圆非三年聚会 走过世界十多个国家赈灾的志工黄胡泉 除了透过柔和的手语带动 分享自己赈灾感人的故事外 更期待呼吁大家把爱送进寿灾国家 东非三个国家因为弃权的关系 有大概一百多万的人无家可归 能够唤起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重视 线上图书会的家人们大家好 面对这个从来没有面对过的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灾难 家人们的一个陪伴跟有力的支持 能够真的让这里的人离苦的乐 图书会还跟远在莫山比克的志工线上连线 唤醒所有人或担忧为力量 广化感动为行动一起为受灾相亲 伸出援手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科技连线 然后互相去提振那一份 善恋共振的一个信念 真的看得很不忍心 那刚好今天读书会有这个呼吁 所以说我今天就来请购 一方面我们自己也用到 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做爱心 独师会慕心慕爱 汇聚众人爱心 透过国际震灾 把每一个人的祝福送往非洲 让受灾相亲早日重建家园 大爱新闻雪原林简原集 高雄报道